家对若华是又渴望又窒息的地方 总是被妈妈掌控着 控制着 像个牢笼 这个牢笼里有她想要的东西 又是一个困住她的地方 她很纠结 这份爱上面包裹了太多的代价了 我觉得她是爱若华的 但是人总是偏心的 生两个孩子总会爱一个人多一点 儿子 你俩两天累吗 小时候弟弟就做了 儿子车祸没有了以后 他就把所有的意气给了女儿 他认为所有的爱都倾注给了一个人 但是他不知道说爱是可以压死一个人的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他既爱这女儿 他又要想让你听我的 就是他要亲自她 就是明明是爱着对方的 但又要极致的方式去伤害对方 赵修丽 伤害她的时候 从来自己的内心也没有多快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可是为了你好 我可是你亲妈 你编呢 他们未来可能还会有很多纷争 还会有很多分歧 最后就看谁先心软吧 没有办法 白脱不掉 有孩子之后就会 孩子是第一位 自己永远放到后面 在我们看来是母爱父爱都是很伟大的 但是你反过来一看 其实就像这个戏一样 儿女们并没有时候 你这种爱是会给她压力的 所以可以该放手的时候 放一下手 过过你自己的人生 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 就只有这一次 好好过自己的人生